是怎样巨大的飞跃呢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99式新型主战坦克 风驰电掣一路狂奔 机动性能一流 有分析称 99式新型主战坦克 时速达到了60公里以上 充分显示出良好的越野性能和突击能力 相比较而言 俄罗斯陆军的特7-12坦克 反倒令人感觉动力影响不足 据媒体报道 99式新型主战坦克 发动机输出功率为1200马力 使坦克具有较高的机动性能 采用了扭转弹簧悬挂系统 最大公路时速可以达到65至70千米每小时 最大越野时速为46千米每小时 最大行程可达到450千米 而特7-12坦克发动机功率只有780马力 远远落后于我国99式新型坦克 虽然99式新型坦克更大更重 但是单位功率非常大 因此在越野速度上 99式新型坦克必然远超特7-12坦克 有媒体称 99式新型坦克性能已经超越特7-12坦克 甚至可以跻身世界前三名 据媒体报道 99式新型主战坦克火力超强 精度高 采用了152毫米滑膛号 进行自动化 智能化火力控制 不仅打得狠 而且打得准 有外媒报道 相比M1A2的120毫米主炮 99式新型主战坦克的125毫米主炮 火力更加威猛 M1A2主炮在2000米距离的穿甲能力为810毫米 而99式新型主战坦克同距离穿甲能力是850毫米 也就是说在防护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M1A2打不穿99式 而99式却可以打穿M1A2 我们讲在坦克的防护方面 可以说99式新型主战坦克 它的正面防护堪称一流 而除此之外 我们讲衡量一款坦克的 还包括哪些指标 火控 机动能力等等 那么99式在这些指标上表现如何呢 咱们接着来了解一下 在坦克防护方面 有媒体称 99式新型主战坦克的正面防护堪称一流 采用了更大更重的全新楔形炮塔 德国鲍尔的炮塔正面 尽管也呈现了楔形 但这是安装空心附加装甲后的形状 而99式新型主战坦克的炮塔正面机甲本身就是楔形 最大厚度竟然超过1米 远远超过目前各国主战坦克的防护水平 有专家分析 99式新型主战坦克 在1500至2000米的正常交战距离上 可以免疫世界各国的所有穿脚当 特别是对于反坦克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的前置战斗部 有较好效果 99式新型主战坦克一面试 便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有外媒称 99式新型主战坦克 性能达到了相当惊人的水平 在机动性方面 它与爆二 M1A2相当 火力和火控系统 则与M1A2相当 其防护性上则处于遥遥领先水平 作为名声最响的坦克 以色列梅卡瓦坦克薄弱的装甲成为其最大弱点 在2006年 入侵黎巴嫩行动中 梅卡瓦坦克就曾被珍珠党武装部队 用老式RPG火箭筒击毁机伤数十辆 而微服的情况 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拥有强大防护能力的99式新型坦克的身上 然而 据我国官方报道 99式新型坦克的综合作战能力与世界最先进坦克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需要进一步改进 在关注99式新型坦克性能如何的同时 其究竟核实大规模的装备我国陆军部队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网络曝光的照片显示 在某火车站出现了大批99式新型坦克 表明该坦克可能已经开始了大批量生产并交付部队 而随着99式新型坦克的合议 我国的装甲兵团中 无疑将增加一位实力强劲的新成员 与此同时 一项盛大的坦克竞技赛事 也向这只钢铁雄狮伸出了橄榄枝 据媒体报道 第二届有着坦克世界杯之称的坦克两项竞赛 于2014年8月4日到16日 在俄罗斯莫斯科州阿拉比诺靶场火热开赛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即2013年举办首次坦克世界杯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再次向世界40多个国家发出了信函 邀请他们参加8月举行的这一比赛 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奇多罗夫宣布 已有19个国家同意参加这场比赛 其中包括中国 印度 希腊 意大利 科威特和以色列以及独联体拉美国家 而在2014年2月底 在中国国防部的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确认了中国将参加在俄罗斯举行的2014年坦克冬季两项世界杯 那么在这之后 坦克竞赛是如期举行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竞赛 咱们国家最终并没有派出99式新型主战坦克 而是96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14年8月4日 坦克竞赛的大幕正式打开 虽然最终代表中国坦克出征的 不是最先进的99式新式坦克 但96A在比赛中也展现出了出色的性能 比赛开始的第一天便首战告捷 再通过了20千米的野地 翻越层层障碍 通过蛇形转弯 浅滩 丘陵 崖壁等考验之后 96A对坦克目标 直升机目标 和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目标全部命中 而在整个赛事中最激烈 最具看点的接力赛中 96A坦克更是不负众望 展现出了良好的机动性能 最终 在经过了13天 共4个阶段的比赛之后 作为首次参赛的一支队 中国代表队取得了团体第三的好成绩 而经历了这场激烈的坦克绝逐 也让我国清楚地看到了 如今国际上各国坦克发展的最新趋势 一场新型坦克发展竞赛 早已在多国之间迅速打响 2013年9月3日 波兰凯尔采国际国防工业展上 一辆外形怪异的坦克成为全场观众关注的焦点 从外形看上去 它不但采用了造型新颖的无人炮塔 全身还覆盖了一种由新型硅基材料制造的反光外壳 以及多种先进的光电对抗系统 这些新技术的运用 使得这辆坦克如同从电影《星球大战》中 使到现实的科幻武器 全身散发着未来科技的气息 原来这辆让人眼前一辆的装甲战车 是波兰防御控股公司 与英国BAE系统公司联合研制的 全世界第一辆隐形坦克PL-01 据媒体介绍 PL-01主战坦克除了装备无人炮塔 全自动装填和主动防御系统 等引领潮流的先进科技之外 还采取了近年来 国际上十分流行的视觉隐身技术 坦克光滑的复合装甲 除了可以抵御多种口径穿甲炮弹的 直接射击之外 还可以将周围环境的图像 实时投射到遍布全身的每一块钢板上 从而让敌人的视线穿透庞大的坦克 与战场融为一体 在未来战斗中 PL-01的隐身能力将会占据极大优势 敌方甚至要在隐形坦克开火之后 才能够发现它的存在 据军事专家称 波兰军队希望在2022年 全面换装这一先进的陆战装备 如果技术成熟 PL-01隐形坦克 甚至可能引发未来战争的革命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于让坦克具备防空能力 这一直都是世界各国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而在应对众多的空中威胁的时候 我们讲直升机首当其冲 成为了坦克的致命克星 然而在面对这些坦克天敌的时候 其实我国的装甲兵团 已经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 2014年11月 据媒体报道 南京军区某防空旅 与空军总装某基地 某集团军电子对抗旅组成的超级蓝军 展开了一场接近实战的红蓝对抗 在对抗中 陆军红旗17防空系统 与空军歼11战机 首次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 并且取得了九发九重的成绩 这次演习 首次将红旗17这种神秘的导弹系统公布于世 而早在四年之前 2011年6月2日 南京军区某地空导弹团 就与南空航空兵某团的坚实战机 在这辈某地进行了一场 互为对手潮舰下的对抗训练 有媒体报道称 在这次对抗中 动用的就是红旗17防空系统 不过这种说法 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 红旗17 是我国研制的一种先进 中低空防空导弹系统 它在世界同类地空导弹系统中 首次采用了三座标搜索雷达 具备同时攻击两个目标的能力 与此同时 红旗17还采用了三位一体的模式 即实现了搜索雷达 制挡雷达 导弹及指挥系统装备 在同一辆战车上面 具备了非常强的独立作战能力 据媒体报道 红旗17配备的导弹射程达到12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2.5倍音速 能够有效提高 我国陆军机械化部队的防空能力 尤其是对抗武装直升机的能力 红旗17亮相军演之后 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从公布的图片上看 红旗17与俄罗斯的 道尔M1机动防空系统特别类似 两者在总体结构 车辆底盘和发射系统上 几乎一模一样 实际上 据媒体报道 早在1995年 我国就向俄罗斯提出了 进口道尔M1防空导弹的要求 同时还要求俄方 提供该导弹系统的所有技术资料 双方很快就对有关细节展开了谈判 并于1996年初 最终签订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进口合同 随后 从1996年到1999年4年的时间内 我国先后从俄罗斯 进口了27套道尔M1防空系统 装备了4个地空导弹营 并展开了对道尔M1防空系统的 仿制和升级工作 2011年我国在道尔M1的基础上 研制出了一种新型野战机动防空系统 并将其命名为红旗17 与此同时 据媒体报道 上个世纪90年代 我国还从法国进口了 专门用于防御低空目标的 响尾蛇防空导弹 并在它的基础上 成功仿制出了红旗7 红旗7 有机动转移方舱和轮式装甲越野车 两种平台 每个系统上装四枚桶装导弹 配用S波段脉冲多普勒搜索雷达 发射制导系统则包括 KU波段单脉冲雷达 电视跟踪系统和红外卫标器等 并且采用红外电视雷达复合制导体制 全程无线电子用制导 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 红旗7 不但可以攻击各种高速飞机和直升机 还可以防御空地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打击 那么通过刚刚这个短片介绍 我们会发现红旗17 虽然说它是在俄罗斯道尔M1防空系统 这个基础上仿制而来的 但是相比于道尔M1还是有一定的感激 那么咱们国家的红旗17 今后若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采用平面相控制雷达 代替了道尔防空系统的机械扫描雷达 因此它的目标搜索能力更强 这也是它与道尔M1防空系统外观上 最为明显的区别 除此之外 据媒体报道 红旗17可能采用了国产的光电探测系统 替代了俄罗斯原版的电视跟踪系统 从而提高了整个防空系统的电子对抗能力 除此之外 据媒体报道 我国的红旗17防空系统 虽然采用了7个小时镜 附中文弹履带式装甲车底盘 与道尔M1相同 但是整个底盘略高于俄罗斯原版 据媒体报道 道尔防空导弹基本型 主要安装在GM-5955履带式战车底盘上 但是改进型的道尔M1T防空导弹系统 则安装在乌拉尔5323轮式载重卡车的底盘上 除此之外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最新研制的道尔M2防空系统 则淘汰了装甲车底盘 全部改用金刚式安泰公司生产的六轮高机动卡车作为底盘 2014年11月 在演习现场 红旗17导弹从发射车上垂直升空的画面 却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实际上 这也是红旗17和俄罗斯道尔防空系统与众不同的两点之一 据媒体报道 目前世界各国研制的远程防空导弹 除了中国的红旗9 俄罗斯的S300系列和以色列的舰势之外 大部分仍然采用传统的倾斜发射方式 甚至连美国大名鼎鼎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也不例外 而红旗17和俄罗斯道尔 作为一种相对简单和低价的中进程防空导弹系统 居然采用了连爱国者都不敢奢望的垂直发射系统 着实令人非常惊讶 而据媒体报道 红旗17和俄罗斯道尔防空系统的基本构成 是9M331导弹发射车 每辆发射车配备有一个可以全向旋转的发射转塔 里面有两个垂直发射模块 每个模块由一个运输发射箱和四枚9M331导弹组成 这些导弹一旦安装完毕之后 十年之内不用再次检修 而正是得益于这一先进的垂直发射系统 红旗17和俄罗斯道尔具备了极高的发射速度 据媒体报道 红旗17和俄罗斯的道尔防空系统的雷达 可以在数秒之内计算出48个目标的距离 方位高度和自动威胁评估数据 并将它们提供给火控计算机处理系统 自动跟踪10个最具威胁的目标 一旦目标进入射程 该系统可以在10秒之内将所有导弹进行拦解 红旗17的出现 极大提高了我国陆军装甲部队的防空能力 尤分析称 今后他将很有可能为我们撑起最强有力的防空护盾 而在这面防空护盾下 随着近年来 我国装甲兵团众多新型坦克的横空出世 相信他们的加入 一定能够使我国陆军的实力实现